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有没有心理 我是有没有心理的所长 中文区长的心理师 首先邀请惠婷心理师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陈惠婷心理师 我们上礼拜有介绍啊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年轻族群蛮会讨论到的一个爱情的困扰 或者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困扰 就是衣服关系 这个词其实现在大家超熟的 而且现在大家很多时候来的时候 都会带着他们做完测验的结果 然后说心理师我是焦虑衣服 他是逃避衣服 怎么会这样 那怎么办 对 怎么办 然后或者是说我是焦虑衣服 我要找一个安全衣服 可是怎么找不到 怎么办 今天惠婷心理师要不要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三种衣服 对 或者是可以先跟观众说一下 衣服關係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其實很多人做完測驗之後 其實不太懂 人都會把這個標籤寄在自己身上 對 或者是變成一種 有人吵架的時候就會罵對方 對 你就是因為你是逃避才會這樣 你就是焦慮才會這樣 對 這滿常見的 變成一個新的吵架的話題 對 那不懂的人就會覺得什麼 對 你為什麼要用這樣子 這是不是一個疾病 對 這其實不是 對 請歡迎新子來介紹一下 那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我們所謂的衣服關係 其實它最早的時候是 用來解釋 是 嬰兒 媽媽跟Baby 剛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是分成兩種而已 就是一種是安全的 一種是不安全的 OK 那所謂的不安全 安全的我們就先不用講 我們講不安全的 那不安全的 它是一種 譬如說 他們做一些實驗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 媽媽可能就會暫時離開 那暫時離開的時候 不安全依附的 安全依附的小朋友 當然是他們就會 就是玩自己的 因為他們相信媽媽一定會回來 對 對 那不安全的依附的時候 他可能在 媽媽離開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不停的苦惱 那媽媽回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們會看到媽媽回來 他們就會高興 然後他們就會停止哭泣 可是有的會生氣 有的會是 OK 對 然後他們就可能跟媽媽 就是不理媽媽了 對 那媽媽跟她的之間的關係 也會變得就會比較疏遠 對 對 這個是在 一開始的時候是這樣 那後來呢 心理學家就用這樣子的依附理論 然後延伸到我們的親密關係裡面 那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講的愛情 愛情 是伴侶 對 婚姻 婚姻 對 那這種不安全的 依附的形態的時候 可能會是 從我們原生家庭裡面 延續下來的 所以不過這個我覺得也不是一定 可能有的時候 中間還會參雜一些 例如說創傷經驗啦 對 或者是一些 就是一些 可能遇到的一些事情啦 對 就人際關係可能也可能會有影響 也會有 對 她會把它 就是會變成有一些 不安全的依附的狀態 那我可以 我們可以把那個 這個依附關係 安全依附跟不安全依附 我們把不安全依附在 分成兩種 那所以就會有三種 一個是安全型的衣附 一個是焦慮型的衣附 就像剛剛所長說的 要離開的時候就會 對 很緊張 想要去找他 你怎麼了 對 你心情不好是因為我嗎 對 你不要 不要離開 很慌慌的 逃避型衣附的話 就是跟 焦慮型衣附 剛好是相反的 焦慮型衣附 比較像是追 對 逃避型衣附 比較像是 要逃走 或者是要稍微 要稍微離開一下 對 對 所以 我稍微再講 深一點 安全型的衣附 它比較像是 我們會 相信另一半 我們也不會想要去 過度的黏著另外一半 或是我們也不會想要控制另外一半 所以其實他們會即便是他們分開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嬰兒 媽媽離開了之後 他們也會知道伴侶她會回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安全的感 其實會讓他們的相處會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或者是那個離開這件事情 分開這件事情 不一定會帶來內心太多緊張不安 或者是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覺 甚至安全型態的人 他們可能在 因為其實關係也不見得是 就是要到很多的衝突才會分開 有的時候我們不太合適 也會有 也會分開 對 那在分開了的時候 他們也比較不會是 覺得是自己的不好 一定都是我的問題 對 他們可能也不會是這樣 他們會相信自己會遇到更好 更值得的人 對 那另外兩種呢 就是比較如果是衍生出來 在成人裡面 不管是焦慮衣服 或者是逃避衣服的話 那另外兩種的話 他們比較像是 我們剛剛也有說的 焦慮型衣服的伴侶 他們就很像 他們形容的 就很像內心裡面 有一個巨大的洞 一個洞 這個洞 這個形容很經典 真的很常會說一個洞 就是一個 黑洞 黑洞 對 沒有底對不對 沒有底 然後他們的伴侶 可能也會說 對 這個洞好像怎麼填 都填不滿 那他自己也會覺得 對 他需要很多的愛來填滿 這一個黑洞 可是真的就是那個困擾 就是 就是填了 但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真的不知道去哪裡 就不知道去哪裡 不知道 所以伴侶他會覺得累 然後他也會覺得 為什麼你都不給我 所以他也會追 會追 其實兩個人都蠻累的 然後兩個人也都蠻 蠻有壓力的 對 其實不是不相愛啦 就是很最後到有點累 很累 有壓力的感覺 因為逃避型衣服 就剛剛我們說的 他跟 剛剛說的焦慮型衣服 他比較像是一組的 一組 對 那一個追 一個陶 現在有一個新詞叫 交陶貝 交陶貝 對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這樣 那逃避型衣服的人 他們比較像是一個 他們會害怕 會恐懼 會因為不安全感 怕受到傷害 所以他們就會 退啦 退退 有的會 當然有的會逃 所以他們就會像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這樣 所以你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 其實就是交陶貝啊 你對我跑的類型 對 就是現在很夯的交陶貝 他們的困擾是什麼 尤其這樣的伴侶的型態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伴侶的型態 他們通常啊 蠻有趣的就是 因為兩個人 其實都是不安全的 對 對 對 然後有一個人就會想要知道 你怎麼了 然後 踏避型衣服的人就會很害怕 然後他們就可能會不想要說 然後抗拒 那這樣子的抗拒也會讓 交陶型衣服的人 或者是我們說的追 那個人 他們就會使出更多的力氣 然後他們可能會更想要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對很多時候 更想要了解說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怎麼了 為什麼 對 不理我 對 可是逃避型的人可能會因為害怕 或者是因為 剛剛我們說的那個黑洞 怎麼都填不滿的挫折感 也會有挫折感 對 因為我怎麼 怎麼投 他都 他都沒有 對 對 那我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其實是很 很挫折很無助的感覺 對 然後所以才會想要逃跑 那逃跑之後可能 因為追的人就會一直想要知道 對 想要有更多 那逃的人可能就會選擇用一種比較冷漠啊 然後可能會想說不要回應啊 對 的這種方式 然後來 來 來解決這樣子的狀況 甚至可能到後來他們可能也會選擇 我就不要溝通 不要吵架 然後不要見面 有的 我有說真的感覺已經無路可退的時候 那就說那算了 我們結束 對 我們結束 對 對 那 可是他的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也會讓那個追的人 會感覺到 更想追 對 因為會覺得 他是不是 就像我想的 他 我會失去他 尤其是那種分 分開的感覺 其實 很多 就是在焦慮的那個狀態下的人 他們都會說那個感覺其實非常非常的痛苦 對 甚至非常非常的可怕 就是好像那個洞啊 瞬間變超大 是 像個那個 就被籠罩 對 在之中這樣 對 對 對 哇 那 通常他們來找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稍微讓他們的觀 這樣子一個追 然後一個逃 這樣的一個關係 稍微可以 先 停下來嗎 第一步是這個嗎 還是 對 其實 我覺得 蠻有趣的 就是 我用我的一個個案跟我說的 的比喻 我覺得這個比喻 他比喻的非常的好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他說 那一個黑洞像是怪獸 對 是 然後那個怪獸會因為這些不安全感的感覺 他會越養越大 嗯 越養越大 對 所以他們會在諮商室裡面去養一個 東西 那個東西 他們稱它為卡比獸 卡比獸 對 就是那個大大然後眼睛咪咪的那一個 對 然後 我覺得這一對伴侶蠻有趣的 也蠻經典的 就是 他們會每一次來跟我講說 怪獸他 長得多大 卡比獸多大 這樣 卡比獸象徵的是什麼 卡比獸象徵的是他們之間的安全感跟信任感 安全感跟信任感 他們其實會知道說 他們這樣子 嗯 焦桃配 嗯 其實是來自於他們的不安全感 對 所以他們覺得 嗯 他們應該要去養一隻 嗯 安全感的 也就是說 他們會想要讓自己變得 嗯 比較是安全衣服的狀態 其實是可以改 成人狀態下 雖然我們原來的成人衣服的狀態 其實是不安全衣服 對 可是其實是可以在 覺察了解之後 其實也可以 養這個安全感 就是養一個卡比獸 是 就是 怎麼養要餵 要怎麼餵 才可以讓這個卡比獸變大 對 就是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嗯 那衣服理論其實它是母嬰之間的關係 對 沒錯 那它剛剛也有提到 它也有可能是來自於我們的原生家庭 對 或者是一些生命經驗裡面其他的一些經驗 對 可能是霸凌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矯正性的關係 對 或矯正性的經驗 對 它並不會 這個 這個形態它並不像是 我們生出來什麼生肖 或者是我們生出來什麼星座 它就固定 比較不適 它是可以根據我們的一些 可能在人際相處裡面 或者是我們可能 就是剛剛說的矯正性的經驗裡面 我們可能就會 回復到比較安全的衣服 意思就是說 矯正性的經驗的意思就是 原來有一點偏調 或者是原來是在不安全 沒有關係 我們練習 有點像是 慢慢透過不斷的練習 好像在餵養這個養 從一隻小小的卡比獸 對 開始養開始養開始養 慢慢變大 對 對 那慧欣儀是其實你提到 你有給我的資料裡面 有三個可以餵的元素是不是 對 可以餵卡比獸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我們可能身邊要 擁有安全堡壘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要有社會的支持系統 就是不可以只有愛情 還要有其他的朋友啊 對 家人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寵物啊 或者是你喜歡的事情啊 或者是種信仰啊 很多都可以都行 你覺得會增加安全感的就可以 對 那當然如果我們可以跟父母 再重新的修補這樣子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是可以的 這是可以的 也有很多人 譬如說像 有些人他的父母都已經不在 或者是其實爸爸也蠻很難 有點難修復的 也沒有關係 對 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人際關係 OK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它是需要我們 可能不是只有依賴我們的親密關係 第二個就是我們可能會 修復這些遺憾的創傷 就像剛剛所長提到的 其實我們可能不是只有 原生家庭的問題 對 也許是來自於一些創傷 對 那那些創傷其實 有的時候是因為我們目睹了 某一些可能是像父母的爭執啊 或者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可能小的時候被取笑啊 或者是我們可能感覺到的 可能是我們可能以前的 我們的原生家庭的父母 或者是我們在成長過程裡面 我們也比較沒有被別人給擁抱啊 或者是我們也沒有被別人 可能有些人很在乎別人稱讚 然後我們可能也沒有這些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們可能在長大的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方式 然後來修補它 譬如說剛剛我們 我們在上一集也有提到的 一些身體上面的接觸 也不見得就是來自於親密關係 那當然親密關係是最好的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常常 跟朋友抱抱這些啊 或者是我們如果 可以讓我們身邊的人 可以不太批評的陪伴我們 那這樣子的創傷的傷口 也會比較容易 療癒跟修復這樣 是是 還有一個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我覺得它 就是譬如說 我們剛剛其實前面兩個 也有稍稍提到的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在社會的角色裡面 扮演好我們的社會角色 你是說一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有去尋找 我們的支持系統 或跟我們的支持系統說 可以跟我們怎麼相處 對 可是第三個是在講回到自己 我自己可以也為自己做點什麼 對 但那你提到的是 可以做好自己現在正在 做的工作啦 或者是扮演的某一些角色的部分 是 這可以 角色有點抽象 可以說說看嗎 譬如說我們可能可以 因為我們可以在工作上面 因為我覺得工作上面 我們跟同事可能沒有跟親密關係 或者是跟家人這麼的靠近 對 它比較遠一點 對 那比較遠一點其實那個 感覺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強烈 那我們可以在職場上面 我們可能可以當一個好員工 然後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正 正向的人際關係 對 然後跟同事可以相處的來 之後我們可能再更進一步的 可能我們是一個好朋友 那我們可以在朋友的關係裡面 在相處的好 然後我們可以再更進一步 我們可能就可以回到了親密關係的這個部分 意思是說 其實也可以去經營 對 或者是去 應該說真的就是去經營自己其他的關係 對 而不要 真的就是交點不要指在你的親密關係 你的其實重要 重要 第一個講的安全保理 重要支持系統 其實就是在講朋友或其他的部分 那你第三個其實好像其實也就是在說 你可以從其他的關係裡面 你去 你覺得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會讓你自己喜歡你自己欣賞你自己 你可以去經營一個這樣子的自己 對 或者其實這些東西 它會讓我們有一個比較正向的一個經驗 OK 然後我們就會對自己更有信心 對 會有一種 對 信心的感覺 對 那我們可能就不會有那個我們說的焦慮型 我們會覺得他可能不愛我 或者我們可能會對自己有一些懷疑 對自己的好 可能就會覺得 我可能不值得別人愛我這個部分 那透過這樣子三個的方式 可能我們的卡比獸就會養得比較大一點 對 那我們卡比獸可能就會搬到我們的親密關係裡面的時候 然後他就可以擊敗那個怪獸 這樣的修復 因為剛剛提到的只有提到焦慮的人 其實可以這樣 其實意思其實是那個逃避的人也可以這樣修復吧 其實都是同樣的道理 其實兩 無論你是逃的 或者是無論你是要追的 其實你們都可以為自己養一隻卡比獸 那如果你要養別的其實也OK 要OK 皮卡丘也可以 對 就是對你來說那個象徵是一種安全感 對 一種對自己的信任感 還有對其他關係的信任感 對 那樣的一個感覺 對 然後養在自己的心裡面 其實同時也就等於養在你們的關係裡面了吧 是 是 OK 的確就是我覺得在不安全應付的人 他們通常都有一個困擾 兩個部分 一個是 那我要去找 我要怎麼才能找到一個安全的人 可是通常這樣其實真的可遇不可求 沒錯 然後第二種 第二種的想就是 那我有可能改變嗎 這個是可以修復的嗎 不過其實 我如果是自己可以修復的話 其實這一集已經給了答案跟方法了 是可以修復的 而且可以從哪一些方式來修復 沒錯 嗯 希望這一集啊你在看到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做一下測驗 你無論打義附關係 醫鏈或者是 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 有幾個測驗 你可以做 然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 衣服狀態 沒錯 那如果 有從衣服狀態去 去 覺察一下你的親密關係 但是要相信 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是 一定可以養一隻卡比獸的 是 卡比獸會養大的 對 而且我覺得不管是你測驗出來是什麼 對 其實我覺得它都不是一個固定的 它不是固定的 你就不需要這麼的焦慮 它是可以透過你的知道 你的覺察 你的了解 然後可以變成一個比較理想的 可以變成一個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的一個關係 是可以的 是 好 今天這一集送給 也許還正在 焦慮或逃避的感覺裡面 不舒服的觀眾們 可以相信我們都可以養一個 屬於我們自己的卡比獸 而且可以的 那如果真的覺得 在養的時候有很困難 當然找心理師一起討論 當然是一個方式 或者其實像很多很多的書 很多很多的資源 可以跟你一起 讓你更了解自己 是 那當然我們的影片 還有第三集 第四集跟第五集 我們也還是會在談很多關係的議題 收看擁抱心靈的節目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八點 當然也是一種方式 那也希望下個禮拜五遇到你囉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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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